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这一期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摄途日记 大家喜闻乐见的话题 然后为什么要聊摄途日记的 其实也没什么可聊的 这个人最近他流量掉的算是比较多 好样的继续加油 又想转向了吧摄途日记同学 然后聊他也不是因为他流量掉 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是因为有些摄途日记 有些台湾的小笨蛋们 然后又在这跟我留言说什么 你害怕你跟摄途日记直播 你去你去你去 我那摄途日记不接好吗 他的联系方式我有 我有他的微信 我加他好几次了 人不通过你知道吗 这个很难对我来说 人不通过我能逼着他吗 我不能抓着他的手给我通过了 我也抓不着他对不对 所以说对了 你们相不相信我有摄途日记的微信 你要不要我给大家公布一下 如果大家愿意让我公布 摄途日记的微信 大家都想去加他的话 可以验证一下的话 那您就告诉我 在评论 我因为这视频不是直播 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你们想要摄途日记的微信 我就把他的微信给大家公布出来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我是有他的微信的 我加了他好几次 就像我第一次我验证 他是要求验证的 验证的原因 我就告诉他我是老五 不通过 第二次我说我是老五 我不吃人 不通过 不通过我找谁连线去 天天就在那躲着 把别人推出来 今天推一个什么强国反贼 明天推一个红三代 然后从中间还推了一个什么 特别支持他的一个台独的小媒体 叫踹共假新闻 踹共假新闻躲起来也不出来了 也不露脸了 这就是现在台湾 这有台湾 台湾的纯爷们 台湾之光是都是你干的事情 自己永远缩在最后面 恨国党推出来 台独小媒体推出来 等等你们全都替我挡枪 然后的话你们当我的小炮灰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小小的 发现用了工具而已 用完了之后就丢了 什么叫谭云 记得吗 咱们大陆的一些网友 记得公知原来都怎么形容 用一些什么样的话来形容别人的吗 什么谭云 什么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 蛮用的一些 自己发泄的一些工具 用完即丢 避免套之类的 你们都是避免套 用完就丢的 你们没有任何用处 爽的时候用的 你们不爽的就把你们扔了 恨国党们 一些什么太多的小媒体们 你们是不是那种工具 用完即丢的一些小小的工具 是不是呢 自己好好琢磨琢磨 自己好好想一想 是不是啊 然后关于关于这个社图日记啊 你们你们的粉丝啊 社图日记的粉丝啊 你们好好想想 不用带着来我这叫 来我这叫 我的已经啊 做了那么多视频了 然后我直播也开了 我直播开的时候 你们都不去找社图日记啊 告诉他啊 老五开直播 老五开直播了 然后的话 欢迎社图日记来上线啊 哎对了 我在这跟大家通知一下啊 明天也就2月19号的下午2点或者3点 我可能还会再开一次直播 欢迎大家来 我同时也欢迎社图日记来上线 然后在这次这次直播里面呢 又有台湾的朋友啊 想找我辩论呢 想找我探讨一些问题啊 等等等等的啊 我已经同意了 然后明天也就2月19号的下午2点或3点 让他们会来 社图日记想来吗 社图日记要来啊 我让他先往后推一推都可以 先招待你 欢迎你上我的台啊 你的朋友嘞 社图日记你的朋友嘞 哎 好不好玩 他就想好不好玩 其实你像社图日记这种人 你很多人啊 就说其实我做第一次 关于社图日记的那个视频的 看视频的时候 就是被网友推荐给我 老五你去说一说这个社图日记吧 在评论区一看啊 我看到是 我搜一头看到了 然后那一次视频我就说了 这个人身上没什么可说的 你知道吗 做的东西都是充满了偏见造谣 那些东西 然后看起来啊 我跟你用信用用视频啊 用什么什么的啊 看起来啊 我这有证据 你有什么证据啊 14亿人啊 你一个人一个人的视频 拿出来证明14亿人都是如何 你不找抽呢吗啊 有这么干的吗 台湾有吃屎的 我能说所有人所有台湾人吃屎吗 这就是问题你知道吗 社图日记干的就是啊 刚才我说关于吃屎这种事情 他干的就是这些事情啊 问题是他干这种事情 你一句话解决他了 你有什么好证明的 就像一个耍耍赖啊 撒泼的一个人啊 满地打滚 你怎么着啊 你还能跟他讲一通道理吗 讲不出来道理 很多的大陆的朋友 以前我也跟大家聊过 我说啊 你尽量不要去看他的东西 你看他标题 你就知道他要干嘛 你一看啊 我又生气了 你生气的话 他就高兴了 为什么呢 你一生气 你下你他下回发视频 你还接着去看 他一开直播 你还往往上去打 你再生气的话 你再起头上的时候 话可能都说不得 说不说不太清楚 说不太明白 因为你生气嘛 他啊 你说不清楚 说不明白的时候 被他牵着鼻子走的时候 那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把你剪出来 那么一小段 再发一个视频 再赚一波流量 不就是这样吗 你愿意干这种事情吗 所有的大陆的朋友们 你没有看清楚这些事情啊 当在墙内的话 其实大家可能很少见这种 话中取宠的人 如果出现了这种话中取宠的人 在墙内的话 或者说在在国内的话 大家看到的时候 都是一种嘲讽的心态 因为大家谁不知道谁呀 结果呢 你一出来一翻墙 一出来 一看见了这样的人 啊 气的不行了 气的不行了 行 我允许大家生气 气一回就行了 别气第二回 人渣 你跟着人渣生气 你跟着混蛋生气 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 你不看他 在油管上这个生态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 你喜欢谁 你点谁 看看他的视频的话 你给他点流量 有了流量之后 就会有广告费 就能直接赚钱 你不喜欢他 你别看 你别让他赚钱就完事了 你看社图日记 这种人就是 其实啊 说一句很粗的话 这种人欠抽欠打 为什么叫欠抽欠打呢 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个理论啊 就是国外啊 就比如说西方国家 他对待别的别人 对待一些异族啊 对待一些别的国家啊 他用什么手段 比如美国人 大家都知道什么 胡萝卜加大棒 其实这是一句好听的话 训狗你就明白了 什么叫训狗呢 听话给你两口食吃 不听话 打一巴掌 然后接下来你听不听话 还不听话是吧 再打 然后他听话了是吧 再给你一口吃的 慢慢的这个狗就听话了 这西方国家最爱干的这种事情 白人国家最爱干的这种事情 以前我跟大家也说过 中国啊 东方文化就没这个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 中国就没有什么训狗的人 然后的话 对于狗啊 品类啊 种类啊 品种啊 等等这些 对于中国文化圈子的一些社会来说 不是太重视 你看看西方国家 狗分多少类 多少种什么边境啊 金毛啊 巡回啊 这个广牧羊群 你能够数一大圈 你观赏类的好玩的 什么这个梗 那个牛头梗啊 一大堆 人家 他们就爱干这个 就喜欢人为的啊 强迫的 把他的物种都能改变了 获得他们自己的欢心 作为一个中国东方国家来说 说实话啊 你从文化上来讲 说实话 还真的是中国的文化比较自由 对于狗啊 对于猫啊 这些就很少很少 能够强迫他改变他的品种 干这种事情 中国就没这个 或者说没有什么 你听话给你口吃的 不听话打你一顿啊 这个也很少 对于中国来说 这就是文化上的区别 你对于社图日记这种人 为什么我刚才说啊 你就得大嘴巴抽啊 删呢 你必须要用训狗的方式对待他 什么叫训狗的方式呢 你不喜欢他 不看他 他赚不到钱 他这下回就得知道自己要改了 你要是啊 他哪天说了你爱听的话 你就看他的视频 然后让他赚到钱 他以后就会这样去说了 他认为这个方向是有钱赚的 你明白了吧 大家明白了吧 哪个方向有钱赚 他就会往哪个方向去走 他就是这种人 他是靠着油管过日子的人 其实在油管上面 都是这样一种生态 虽然说很令人悲观吧 很令人觉得没劲吧 像我来说的话 我就很不喜欢 做什么情绪上的发泄口 很不愿意做这种事情 很不愿意就是说 说一些情绪情绪上的话 或让大家爽一下爽一下 然后我流量就蹭蹭蹭就上去了 我不愿意干这种事情 我宁愿找些话题 找些特殊的观点 跟大家聊聊 你知道吗 特殊话题 或者说叫特殊的观点 这个东西啊 其实很难做 什么叫很难做呢 没有 你平时没有听到过 听到过的观点 或者你没有听到过的一些 就是看问题的方式 你第一反应 有可能啊 这个观点好 但是有很多人的反应也是 你这观点瞎扯 我没有听过你这种观点 你哪来的观点啊 你算什么呀 其实你知道吗 做这种事情很吃亏 所以说呢 你不如情绪性 情绪发泄性的占便宜 为什么呢 你让大部分人都爽了 然后的话 你的流量就起来了 让你流量起来了 你钱又到手了 对于我 我反正是跟大家说过 N多遍 我不愿意干这种事情 所以说慢慢来 慢慢一步一步做 不做情绪上的发泄口 但是的话 我希望能跟一些喜欢看我视频的一些朋友 然后聊一些不一样的观点 聊一些看问题的不一样的方式方法 其实很简单 包括很多人都说过 你在油管上 你想要有流量 你怎么做 你大陆的出来 要么就是过程大坏 台湾的流量就来了 要不然就是武统了台湾 杀光台湾人 这样的话 极端情绪性的流量就来了 可是我不这样敢 为什么呢 人要脸 树要皮 你不能老是当别人的发泄工具 可是反观这个涉途之际呢 他不就是别人的发泄工具吗 不就有一些台湾人的发泄工具吗 然后的话 那帮台湾人看着涉途日记 小粉红 战狼 然后的话 一同恶心别人 把别人恶心急了 你急了 你不就干这种事情的人吗 然后台湾的一些 无脑的 然后就开始爽了 不就是这样吗 当台湾的那帮人的发泄工具而已 作为大陆的 你想一想 你跟他生气 什么我点财你 我点财你 其实不管点财点什么的话 你给他流量 不用让他赚钱吗 你这部分流量 为什么要给他呢 你把这个事情想明白 就可以了 关于涉途日记这个事情 最后通知一下 欢迎涉途日记 明天来我的直播 咱们来对对线 来聊聊 证明一下 你口中的那些东西 是如何的正确 涉途日记 曾经还在他直播里面宣扬过 我要向中国人表达 台湾就是独立的 台湾为什么独立 我要告诉你们 来来来来 欢迎涉途日记 告诉我们台湾为什么是独立的 好吧 今天这期我也不多说了 谢谢大师们 再见